硫酸酮溶解度80度C为100克水可溶56克 25度C100克水可溶22克 若将80度C饱和溶液156克 冷却到25度C可吸出多少结晶水的硫酸酮 那我们可以知道165克在80度C下 刚好就是100克水跟56克的溶子 那这个是一开始的部分 那我们假设它吸出S克的晶体 那在这个降温的过程当中的溶子会变少 但是它变少的量会是乘以250分之160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主要是因为你吸出S克的含水硫酸酮 其实上你才吸出250分之160克的溶子 而水的部分呢则是要减掉250分之90 为什么因为你吸出的时候会顺便把五个水一起带出来 而按比例来看的话 这个一团是255个水相当于是90克 所以要把它减掉这个比例关系 而这样子减完之后呢会等于在25度C下的溶解度叫做22% 那我们稍微纶解度叫做22% 那我们稍微约一下分 最后来个交叉相乘 我们稍微约一下分之150分之7010s会等于1700 最后我们把这个S算出来 接近60.63克 所以答案为猪